发现了一个小咪咪 是吗 不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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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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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有人了 麻麻麻的人了 这里面呢 他们今晚买的小虾 我买了一些复复虾是不是 那因为我今天复复虾 其实主要想干嘛呢 我们还做生烟 所以当场呢 就没有给他弄活的 为什么呢 这位哪怕呢 保持活的富贵加回来 冰箱火晚上也是要给他做冰镇冰掉他 来 我的手来坐这边 手坐这边 来 你吃呢 这个下这么大 今天市场买皮皮虾就是干红屁股 红屁股是干嘛呢 红屁股就是板膏 屁股只要红到红通通的话 红屁股就是纯板膏 我们希望得到的生烟是那种 软软糯糯的口感 所以呢 这样生烟的虾肤 我们选才一定要最新鲜的 活蝦菇 然后呢 经过我们之前的小技巧 也把蝦菇做成熟 熟它一下 它的肉呢 从球转化成木马又甜 来制作我们的生烟 现在蝦菇 都已经睡着了 没关系 我们趁早呢 赶快给它保存起来 一定要给它压一个严肃 我们在调 4%的时间就可以 然后先加点底下去煎 抓住手后边 这个冰好贵喔 100块钱 100块钱这么多 差不多 冰冰呢 放在这边 再打点冰下去 刚刚那1000克的水不够啊 大家也加1000克的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冰箱里面像我们调两度 虾起温没有两度啊 我们就要让虾快速的给它 变凉 好像那个苏果汤的芋鱼一样 重的都芝麻 给冰块撒点盐巴 它会化得更慢一点点 再热到苏笋柜里面 调零度啊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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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呢 准备呢 把这些小虾虾呢 做一些生烟吧 这个应该是互联网上的手笔 教大家怎么去做这种熟成的富贵虾 超大只的富贵虾 我的手是这样子 刚好这个手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我的手笔 由手而出 其实在处理这个虾的过程中 其实发现了一个 熟成富贵虾的小秘密 我们发现被我们熟成过的富贵虾 其实是比鲜活的时候 会来得更加的好吃 肉是更加的鲜甜 巧克力其实它的保鲜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一不小心的 就把它弄得不新鲜 就臭掉了 臭掉的那种虾蟹 你竟然不要去吃它 不然真的能闻到肚子 特别是生烟 因为虾子有点多 我们暂时拿一拌出来生烟就好了 其他的能够做成不一样的吃法 我们后来剥个虾壳 因为它这个虾 只有经过我们的处理以后 它的虾才容易剥壳 反而戴手套插不进去 对 从这边打开一条缝 他先停下来带一个猫后的刺 对啊 戴手套是为了防刺 这五层新鲜的打开 这边也是一样 靠住哪个地方 你把它剪一下 你看得硬 就完整摔出来 这一刀就算了 慢慢的複部削肉 偷偷这边就没办法插进去 你直接从旁边剪刀 啊这样整条複部一下 就完整的被拉出来 哇真的喔 精盈即可 这只皮皮夹它的黄已经长到身上了 那侧边都是它的黄 这是类似就是 黄油蟹一样啊 啊因为夜宵嘛 大家一起动手才好玩嘛 现在已经请小伙伴们去干 最苦最累的脏模 呵呵呵呵 我们是直接杀手 那我这边偷懒一下 小偷懒一下 先来弄一下今天有它生煙的香料 生煙香料 先下一个蒜 蒜跟红葱头是敌味 倒睡之后再来打睡 这样会更强 把这些蒜啊 还有红葱头彻底的存住 意到之后 我们来下这东西 平魂 中手都知我超能吃辣 所以下两根 下两根 是对阿林最大的尊重 你不是要有了三根吗 你全部都冰箱了一把 呵呵呵呵 现在是加入我们好朋友香菜 再压走 好味道就出来了 好我们加点水下去 基本上的体会都出来了 现在加了什么呢 一大勺真的是一大勺 没问题 我把刚才春菠的这些食材 这其实是一种脏酱 它就是腌料 我只是把这脏酱的腌海鲜 西红柿也少不了 倒入鱼露下去 除了鱼露之外还要另外一个灵魂的臭鱼醬 哇这是太抽 水 适量 适量 真的是适量 你这先去搅拌 搅拌它出来后你要先尝味道 然后这是棕榈糖 要搅拌一些时间 因为那个椰糖 你看那椰糖 哇 这个是我们刚刚打好的 哇非常漂亮 拌油脂一样的这种 这个酱一定是完美的 剥好的虾不用 快快快快 啊我们这虾 一定要洗的苏打水 大家就知道 虾一定要洗透 反正这洗完后它虾比较硬 洗了好多物招也 现在洗了后 你看已经没反应了 耳朵 擦干了 我们不要那么多水 不然它整个洗那汤汁 白泡泡救命 那现在我们处理完了干净的虾肤之后 把我们的烟料 均匀的撒在虾肤上 它这个泰式生烟箱 就做好了 我们准备了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一定要冰个三四个小时再来吃 哇 那瞬间就入味了 太棒了 那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的生烟富贵虾呢 当然也少不了平时我们的清蒸富贵虾 做清蒸的时候当然也少不了什么 粉丝 吃粉丝 那粉丝我们煮过之后呢 给它震凉水 停铺到盘里面 一定要记得给它剪 这样一剪 不然你可能一块点下去 就得把整盘的粉丝给夹走 这句话送给水平你知道吗 弹幕打出来 一定要加基本 匹分 我很喜欢夹这种动物精的体位下去 一次白上 哇 王先生跟白鱼大哥的爱 这个再少少一点点的蒜蓉 我喜欢蒸这些东西是上生蒜蓉 我觉得上生蒜从来都不会让 做菜也没有一定固定是什么 那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你喜欢的 你家人爱吃的 那就是对的 温度到了 我们来蒸一下 那我这边准备个干锅啊 在家都炒了 爱情的干锅 不够家人一定是这样感想的最爽 最爱的干锅 不够家人 很子ood 你干什么 这都还不够家人 不够家人 到家人 你现在看开一次 你夹着干锅 什么想要下来 我夹着干锅 你夹着干锅 你夹着干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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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刚才那个很虚的刚才NG的 刚才NG的最后一支命 到这一步还是要拿点刀了 真的要小心 这个杀到手真的很痛 会流血 这部部家在价格真不太便宜 但是也是真好吃 嗯 弄一下大腿的肉 是比生子都更好吃 满满的肉 肉是很绵硬 很绵耶 给它的头打掉 然后这一段是比较没肉的 我们先放这边 这块最有肉的 取三块 嗯 很绵耶 给它的头打掉 然后这一段是比较没肉的 我们先放这边 嗯 会不会咬啊 我腼腆的某人说要帮我剪一段 最好的给我 把头头先剪掉 把中间剪下来 剩下之后 就是什么 尾巴 最好来到去哪里了 硬去了 腼腆的某人 头出去 真的 最多刺了 留住了 然后 这就是最最顶的那一只高的 对 真的 从下去开始 它没有它了 再也没有它了 哎 好吃啊 吃这种泰式声音乐 就是用手抓的 小尿尿 哎呦 啊 再翻 好吃 还有饭 嗯 好吧 我来试试一下 其实是我第一次吃声音乐 你不知道吗 嗯 金银剔透的肉 真的好像在吃冰箕银肉 你今晚的森银酥 就是我一样的好吃 好好吃哦 你知道吗 整肌富贵虾 最好吃的地方 是这一只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有机会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很像冰淇淋很绵密 啊 经过了一些 一天腼腆人的洗衣以后 就轮到我 你再放这一楼子里 我放这样子哦 二十公分 那好硬哦 我先倒太后夹 还好吃 一定要熟成它 它的肉已经不再是Q的肉了 完全不是 是软糯香甜 那还满满的尾巴咯 你的氣 Dutch 那那也不是Q的 Q的混蛋 就听到哪些 就輸了 那是阿铃啦 能不能真的 吐 哇你直接 你真是放短辞料 做完就太犯規了 没那种 没那种重口味的感觉 然后完全就是那种 甜酸鲜口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简意 今天尝试用熟成的这种方法 来制作我们的泰式声音 真的是惊惟天忍 整个熟成过程中 那种富贵家的Q爽的肉质 已经完全变成了绵密 类似于果冻酸 但是它完全不失自己的鲜甜味 甚至会比生鲜的时候 活鲜的时候状态 来得更加的甜 肉质更加的绵密 它并不是软辣 是叫绵密 那如果有条件的话 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去试看看 这种泰式生烟的富贵家 它这种效果会比平时 生烟的虾肉和蟹肉来得更加的惊艳 因为大富贵家的出肉味 真的是太夸张了 刚才看到一整段的肉 今天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们去试看看 一丸蟹啊 七八糟其他东西 也给他去点个手一下 给他睡觉 我们是B站最喜欢的海鲜睡觉的UP主 记得关注我们 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签计给我们1300年吧 如果点赞点到看 稍微点个5万 我们下次出熟成帝环蟹 炸一言一试 吃给大家看 当然了 我们自己一定要试看看 那结尾一下 321好不好 开心的节目就这样 那我们下去 一定会把这家伙投出去 大家不用想看到他 起码一个月他有消失在我们的世界 阿蜜天老啊 阿蜜 微口有点大的效力 321 想你了 七年了啊兄弟们 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这今天这种很特别的日子 还是龙虾真是最好吃的 还是龙虾真是最好吃的 好甜 太香了 嗯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吃了 好甜 哈啰 欢迎来回到我们的 M.O.A 银帮帮频道 今天呢 是一年特别的开箱内心 想必呢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面前 这两个黑侠子 终于了 每一年的4月23号 是我们的周年期 今年是我们拍摄节目第七年 我们终于得到了小破蛋的认可 有没有 花了这个金色的小破蛋 我们是2016年露出小破蛋 所以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19年 在19年的时候呢 我跟小破蛋获得了这一块 十万粉丝奖回想当初 那个小厨房还是很避免怀念 虽然呢我跟小伙伴各自身处天明 但是呢 每一周啊 我们都能回到我们的频道 跟大家相聚在一起 是一份 生涅食堂一样的教育 真的是一个 非常坚硬的事情 甚至说 当初获得很快 十万粉丝 这是我们 七年的 想起来 百万粉丝达成 大家还记得 七年前的第一期节目吗 我开了那条 剁手鱼 以至于这个手指这边 七年后还留下了他的影子 大家又是从哪一期节目 录跟我们MOA办办的节目呢 百万感谢谁 百万感谢的肯定是粉丝 因为一百万是什么 粉丝成就 真的挺有意义的 我觉得吧 不仅仅是因为 成就了我个人的梦想 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百万大不处 我更是希望呢 能提供一个这种小地方小继点 跟大家再动 快捷在我的生活中 我们的蝎角的第二 大家也可以把 对我们想说的话 对我们的意见啊 各种东西呢 可以发大幕 可以多发评论 我们回头呢 会在收集的这些问题之后呢 都能拍一些所谓的台湾QA 在我们 冲摆 最后的那几期节目 已经由大家很小玩来说了 台湾做班不会做什么大货 或办什么 那种福利活动 我跟大家讲 只是可能冲摆不通多少 我个人觉得 生活平平淡淡就是最好 这是在在的 给大家带来一些 所谓的小欢乐之余呢 就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稍微给大家科普一些 教大家一些那种 对于正常家庭主乎 家庭主义 用到的一些小知识 关于食物啊 或者是科普类的小知识 这是我 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互动 又是在 酸洗凌门的日子 又是激动点 又是破百万 怎么可能少不了 印加肉铺的分肉大会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印加肉铺 也会决定 哪一次史无前例的分肉 大抽奖活动 这期分肉大会 会有哪些奖品呢 来听起来看到结尾哦 把我们的这个小卡牌 找到地方暂时安放一下 对 毕竟是值得庆典的日子 这个放了四年 就是可以拿到 真的很重 一个大铺 看到那个奖牌的时候 有没有 声令大家一定会被镜头里面 另外一个动不停的小家伙吸引 大家曾经知道 这边地方是换什么东西的吗 还记得我们第一期节目吗 这个位置 曾经存放了一根 我们MO188频道 最大的金主爸爸 送过来的一个 五年层的 一笔压活锥 但是 它再放了一年多之后 你看它漏薄 很多小伙伴 大幕到自行我自然 还看到一两条在刷 活腿呢 活腿呢 什么时候拍活腿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一个黄金的广告位 对不对 这只乌龟 也被我们取名为什么 一比利亚三四 有了一比利亚一四 那这只乌龟是一比利亚三四 一比利亚二四 总有一天 你会在我们节目中 发现只漏了一七年 一比利亚二四 又有金龟又有水 对不对 印一个什么 很迷信一点 财味 有财味可以干嘛 就可以看完广告招出 毕竟我们现在是什么 一百万大为黑 腰板 硬板有没有 超硬的 现在可以接广告 接夜配的 比如说这个 白条流这七年的 纯净水 有没有 我们可以每一期让你的水 出现在我们一比利亚三四 的吧 环境买卖会招出 哈喽大家好 那时候呢 会拍一起逛我们的节目 除此之外呢 剩下来的熟成的肉 我们全部会把它切成片 然后分给大家 期待吧 拜拜 不管今天是庆祝还是拆箱 还是怎么样 总之这是一期美食节目 所以我们应该回到 我们的美食回到 所以 看到没有 熟成骨里面有两块大肉 这是我们的熟成牛排 我们先把它请出来吧 首先 这是两块 大踢光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吃 带骨的牛肉了 所以我特意熟成了两块 这所谓的踢骨牛排 现在是第一次尝试看看 买费力用切的 这怎么可能切得断 这切到后面 肯定是带骨头的 哇靠 等下的骨髓都没有 哇靠 漂亮哦 哦哟 哟哟 在这一期节目中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展示给大家看的是一块 所谓的叫做踢蹦 就是踢骨牛排 踢骨牛排它长的什么样子呢 其实它就是 擋在牛背脊上 的一块肌肉 身子后腰 这有地方 它其实是两块 这两条就是 两边各式一条踢蹦 比如说 如果在一头牛身上 一块踢蹦 应该是这边这边一块踢蹦 这边再来一块踢蹦 就是枕头牛背脊肌的部分 这个骨头是中间的龙骨 脊椎骨 牛的大脊椎骨 如果被分切下来 单独切下来的话 这边这条 背后脊肌 就是吸冷 那当然它现在是带骨头 那个踢骨 它连着这块骨头 当然我们翻到后面来看 你看 它还是一样嘛 这边还是一块吸冷 对不对 它是一块吸冷 但是它下面 牛腰窝里面 它就多了一条另外一条 基本上它一辈子都很少硬痛到的一块肌肉 也是一枕头牛最最嫩的一个部分 叫做什么 飞力 也就是牛的小铃肌肉 这就是所谓的一整块的踢骨 那踢骨呢 并不是所有的踢骨 整条下来都是有一段飞力 跟一段那个吸冷 吸冷是从头到尾贯穿整条踢骨 那一定是有的 只不过飞力是怎么样 前面是小小的一点点 有没有 然后慢慢的延伸 向后延伸之后 就慢慢的变大 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挣了巴紧的 踢骨牛排 它最后这几块 带有很漂亮飞力的部分 它也不叫踢骨牛排 它通常会被称为叫做红屋牛排 英文叫Porterhouse 它是另外一个名字 因为这几块牛排 是整个牛排馆里面最最珍贵的 所以其实在世界上 顶级的几家牛排馆 他们会喜欢用什么牛排招待客人 他们就喜欢用Porterhouse 整块明星部位吸冷 还有以及最嫩的这个所谓的飞力 拿去做熟成给大家 介绍了这么多鸡骨 现在讲的平时吃的牛排 平时吃牛排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个小建议是什么东西呢 很多人你看 遇到牛排 一有肥油它就很头痛 当然这个肥油 其实我很负责的跟大家讲 肥油它其实也决定了一整块牛排 很重要的一个风味 就拿我们所谓的西冷这一块肉来说 你把西冷整块肉煎熟了之后 我个人建议吃西冷的时候 一定要肥瘦香夹的吃 这样你才能体验到这块肉 它真正的风味 你怕说西冷一拿到手 怎么会这么大一条油边在这边 可是这一头油边就比较大 你会直接把它削掉 那真的是太浪费的事情 这一块肉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很多人都喜欢说拿这种带骨的 去做熟成 因为平时削掉的质量会比较少 众所周知 做完熟成肉之后 你肯定要削去它的一个外壳 外壳是不可食用的 今天认识我们的低胖五头 接近它一个月 准备还是要把它 你看 这一整圈的外壳要削去 不希望削太多 肥膏也是 其实一块牛排很重要的风味 熟完之后肉会比较短一点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可能性 所以牛它本身都挺好吃的 也不是股股 一定要拿去什么熟成 所以大家都比较爱看熟成的罢了 削这个菲力感觉很痛心 因为菲力本来就是一点点而已 这闻到一点奶酪的味道 是它的牛角厚度 对 牛肉带来的奶酪风味 牛油的风味 这就是我们刚刚弄好的这块 红红牛排 这是标准的铁 非常烂 非常烂 这些 其他的部分 你看 大头还有这些 我们准备收起来 肉贩在外面真的化动太快了 那今天呢 除了我们好吃的牛肉以外 我们另外还会做一道 比较喜庆的东西 因为很久 吃虾了 它现在摆在桌子上面的 这种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它 它的正式中文的学名 这个天鹅龙龙虾 就是你这样摸它的话 是可能用天鹅龙龙龙的字 所以这个名字 中国名取得非常好 那它这个龙虾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在台湾省牺牲的水姑娘 我们叫水姑娘 因为它肉质非常的细嫩 壳又很薄 猪肉率非常之高 它的原产地的就是 澳大利亚 那这个国家 因为全体的不乖 老师跟我们国家拼丁共口 这种国家是下令 禁止一切这种 所谓的国体的西奥能力 进口到我们的国家 以至于说我在市场上 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它的成果 那今天很凑巧的 我得到了一批呢 来自于澳大利亚合法出口的 活动的天鹅龙虾 很难得嘛 这样我趁着电竞机会 好几年没吃过它了 所以今天准备它 好好地来品尝一下 我们所谓的西奥 好吃 其实它这种龙虾 在我们闽南地区 或者草地区的酒席中 特别的棍宴中 特别是花里 因为它的颜色 通比是红色 它真往后也是 火红果不红色 也是因为没有了它之后 市场上的另外原来的 像婚后待见的 进口龙虾 就是短空龙虾 所谓的莫西哥鸿 才慢慢的市场走向 登上了现在所谓的婚宴的餐桌 真的好几年我没见过它了 所以今天这种很透明的东西 我一定要做一次 龙虾我觉得最好吃的 还是龙虾真的粉丝最好吃 特别喜庆 喜庆是怎样的 吃粉丝 现在来处理我们的龙虾 上面它有膜的连接点先剪掉 你剪刀 挑一下这个壳看到没有 把这个分离点再剪开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来挑一下 下面还没剪 其实一整圈都要剪 这个都在转一下 你看 这两个人就给你拔开了 你手进去 一开 龙虾虾也是一样 如果扣在龙虾身上的时候 就非常好扣 你看这边的膏已经不能丢掉 下面漂亮的龙虾尾 抓一圈 就看 中间会有一条鸡面 这是虾线 非常漂亮的香 他会用几只大鸡 用油蒜 他会喜欢下你的生蒜 下面这是我们的龙虾 六分钟 六分钟 六六大叔 5分钟 有效 五分钟 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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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钟 我們在笑容下 就沒給大家先觀眾份了 太勾引了 還是能夠好吃 這塊肉是最最好吃的 這塊怎麼夠呢 整塊的蝦糕 喔唷 再拿一塊去推給他們 有肉有腿 剛這塊膏掉掉 哇 還是你會 天啊 記得三連喔 記得三連喔 這殼真的超薄的耶 太好吃了 嗯 再來一塊 不太大塊 肉質非常非常的好甜 這下的精華全都在這裏 這一口 好好吃喔 好像是冰淇淋喔 還有這紅紅的糕 很香 口感上面 為了慶祝呢 我們這次百萬嘛 所以我們這次分樂大會 可能是非常大型的 這一次呢 我們分樂大會呢 我們還特地 搞一個壓火過來 但是一扯到他肯定 就可以看到他的滋水肯定 把我們的蜜汁醬鴨 準備丟到燈香裡 稍微燈個十分鐘加熱 這樣千萬不能切 你看到沒有 蜜汁醬鴨 大家不用怕 沒有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準備了一千支 要送給大家 太舒服了這湯汁 我們工作室的附近有一家叫 江某鴨的鴨店 太香了 生意非常的好 他的鴨肉我們吃過 就講真心話 在廈門薑某鴨裡面 排不上號 覺得排不上號 為什麼會出自傳的鴨子 就是我們想不通 為什麼 某某間的薑某鴨 不是什麼樣好吃 那麼多人去排隊 然後我就跟玩得哪去 說什麼東西 有時候量鋪招出有沒有 我們給它盤下來 然後去烤這個鴨子 我們甚至想出我們的 廣告也是想好的 吃了我們家的鴨 隔壁千百萬 為什麼我們要送這鴨子 不是我們真的要賣鴨 也沒有 很好吃 所以我們來送給大家 趁著我們七週年 真的七週年就破牌 我們沒有跟鴨子說 聲音是沒有啦 我們真的沒有 這鴨子也不小吃喔 這鴨子也不小吃喔 真的 好好吃喔 都是酒 你看到沒有 是不是 嗯 我們講這麼多 一定有才喜歡我們要賣 我們真的沒有在賣 我們真的沒有在賣 我們現在到了準備煎肉的步驟了 把我們的牛排準備進行 簡單的醃製一下 醃製一下 醃製一下 就是正常的體質 一通帶骨頭都還是很霸氣 帶骨頭刻 啊對 帶骨頭刻 下路的理由 我實在這裏還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少 摸 三個 一條線這種 首先放下去 很燙 真的很燙 然後就一直下一個 就是冒煙 這是我們收成的題目 炒厚 你看到牛排下鍋的時候 它很亂冒煙的 有沒有 一點點煙是正常的 太大煙的話 就說明你鍋太熱 肉快焦了 這才是太大煙 你要改小火或中火 多多看一下 應該怎麼漂亮吧 這個 所以它 這麼厚的鍋排 你可以 給它站住 讓它冷靜一下 對不對 因為你沒必要讓它一直 一直鬥熱 我們咱們做到分別的動作 這就找了 是不是 我這樣 砸一下它的 喵也差不多啦 黃金色的 有沒有 跑到直角就翻了 他還類似人家複雜 複雜的你看 你看 你怎麼樣 你看 看到嗎 這個馬來西亞炸到有點黑 你不要窩 鋪牌太厚了嘛 所以才要整個這個焦點 其實自己薄的牛排 一、二、三都翻面就結束了 這樣才要焦點 下蒜頭 三都翻面就 看我們的油都沒有飛掉 油都還可以放平衡 這是我們煎好的紅窩 給它醒到 再來入第二塊 煎好的紅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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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一開始就放來放去 最後因為調料下去的蒜頭啊 香草啊下去 最後就是搶那個香味幹 你才就要放來放去放去 為什麼呢 一下味道出進去 所以我們就拿出我們的 很燙的 一樣比較適合的 要是國標人家嗎 國標人家 給蘑菇乾 做的就是蘑菇配菜 這個大題目 出來了 Borderhouse 可以 要沒有 我們在tletico 開機 又會發 就是 我使用 真的是 有 有 有 嘿嘿嘿 太漂亮了 兩塊塊 給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嗎 先來個褲褲的三連 威力很正貴 我只能給你一塊大塊的 然後菜給他們一點點吧 好啦 觀眾朋友 老婆來喔 我先來這邊講 嗯 哇 這豬腿好粗喔 這腳小 這腳最粗的 吃完肉吞進去以後 它會有堅果味 我只能用殘酷的方法去吃它 你看這肉一片而已喔 超大片 威力 威力 哇 好厚 嗯 蒜頭 我 嗯 我覺得這個更好吃 比手糖的更有吃手 乾杯 謝謝 肉菜炸配了 加了節目之後 它會更出現出那個味道